檳榔沙威馬 你敢吃嗎 他包得很豐富 你敢看看 好豐富 他說好吃 好吃嗎 他說好吃 他是噴下去的喔 他不能吞吧 吞下去耶 他是要吞下去喔 真的吞下去耶 包一包是什麼包裝好的檳榔 包裝好的檳榔嗎 你是檢榔的啊 但是他是不是小 喔他那個水滴我們開來的 要保留了吧 他打個吃的那個是現包的就對了 沒有看到檳榔 我只看他夜色 檳榔葉 檳榔葉跟我們那裡差不多一樣 好像商業 這個裡面有十根 這個裡面有十根 喔 然後我都知道 煙草 去年 去年那個一堆那個德國的福奇啊 也被大象要踩死啊 因為那個 這個 德國的這個先生啊 他去幫他的老朋友拍照 就是下大象的時候啊 那他們要給大象的豬人啊 就有一點消肥啊 然後他允許這個女生 保他的那個鼻子啊 然後這樣摸他的鼻子就拍照 然後他的老公要幫他拍照啊 那時候這個大象的豬人啊 其實為了知會他 拿這個鉤子啊 插在他的傷口裡面啊 突然他就怕脾氣啊 他就那個捲起來他的老婆 丟在那個對面的這個牆壁上 就飛過去啊 然後那個他還要那個 一直拆他的老公啊 然後那個他的老婆的屍體還是看得出來啊 但是他的老公的屍體啊 就看不出來 就好像一塊肉啊 那他一直差不多一個半小時一直拆他 對啊 所以那個今天你們要做的這些大象啊 現在這邊不允許用那個共享啊 今天你們做的 所有的大象都是用木槍 對 就是沒有那個共享 然後還有一次還有一次就是 還有一次就是 大象的那個交費的時間啊 就八月份的時候啊 就是一次木槍啊 就是兩個客人坐在那個 木槍上面啊 要上去啊 一個公相從對面就過來啊 不知道他們兩個人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啊 這個木槍從那麼高的地方啊 就掉下去啊 跟這兩個客人啊 大象就受傷啊 就是大象沒有死掉 但是兩個客人都死掉 要看那麼高的地方就跳下去啊 所以那個 現在那個做大象也是有一點危險啊 但是這些不是大象的問題啊 這些都是這些大象的主人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是他們這樣打他 第二是一直打向每天 主要那個一百五十多公斤十五嘛 但是可能 要給他們那個二十到三十公斤的十五啊 所以整天都是獨自餓啊 然後那個不給他們洗澡 因為這邊是缺水啊 那些打向每個禮拜 就是兩次一定要洗澡啊 而且他們可能是一個月一次要洗澡啊 所以有很多原因啊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怕力氣啊 所以他們會怕力氣啊 然後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可能也不到二十歲啊 她就是這樣拍照嘛 突然有一個那個猴子啊 就過來啊 抓她在這邊啊 就全部在這裡的肉就要拿掉 這邊就有一個洞啊 就裡面的牙齒都會看到 然後馬上帶她去阿嘎拉的醫院 阿嘎拉的醫生說 我們在這邊沒有辦法做手術啊 帶她去那個新德里 然後那個新德里的醫生要說 就是要做那個真心也沒有辦法 叫做醫生沒有辦法 不管要去哪裡 比美股還是什麼 就沒有辦法 就是她的整個臉就還掉了 猴子而且 印度的就是猴子啊 就很危險 杜上有牛 杜上有牛 好 超細人 來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